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大熊忽然多了数十位妈妈 熊爸感觉都快幸福死了 反观胖虎可不想要那么多妈妈 有一个老妈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话说大熊老妈整天忙忙碌碌 作为家庭主妇 洗衣服做饭 拖地板刷碗 就是他每天的工作 有时候忙得连居委会都忘开了 都是体力活忙起来会很累 熊妈也想有个分身分担家务 恰好这句话被大孝子大熊听到了 回屋对蓝胖子说了几句悄悄话 直言想让疲惫的妈妈轻松一些 蓝胖子听了眼里直放光 感觉大熊这会成熟了不少 于是他拿出了速成复印机 用镜头对着要复制的人 然后按下复制按钮 同时输入要复制的人数 只见镜头中射出一束光 跟熊妈一模一样的复制人就生成了 蓝胖子为大熊复制了五位熊妈 偷偷去帮真正的熊妈干活 此时真正的熊妈累得不行 于是打算坐下来休息一下 然后去打扫一下浴室 忽然熊妈听到了啥动静 镜屋一看都蒙圈了 竟然看到了两个自己 走廊里有个擦地板的 浴室里有个擦浴缸的 还有个自己在做饭 熊妈真是无语了 后来才知道是大熊搞的鬼 为的就是替自己分担工作 熊妈也感觉确实轻松了许多 忽然想起来还有东西没买 于是六位妈妈一起出门 大熊都感觉心事动众了 结果路上的行人都震惊了 还以为熊妈他们是六胞胎呢 妈妈们分头行动四点在超市集合 工作效率瞬间提升五倍 熊妈感觉分身还真有用 在胖虎家商店买完东西刚要走 正扫地的胖虎忽然张大了嘴 原来他看到又来了五位熊妈 胖虎问啥情况 大熊告诉他是蓝胖子变出来的 还建议胖虎也试试 胖虎一听吓了一跳 虎妈也感觉有分身会很方便 胖虎不由幻想了起来 一大堆妈妈非把自己整死不行 于是连忙白手拒绝了 大熊的妈妈们来超市购物 正好赶上鸡蛋打折 而且每人限购一份 熊妈结完账拿着鸡蛋走了 接着后面还是熊妈 收银员都愣了 可看到后面还是熊妈 收银员下巴都惊掉了 回家路上遇到了小夫和他妈 一位熊妈瞬间变成六位熊妈 小夫和妈妈看得哑口无言 大熊和蓝胖子也感觉很尴尬 熟睡的熊妈被闹铃惊醒 一看表竟然七点半了 熊妈赶紧起来做饭 急急忙忙朝厨房跑去 结果却发现他多虑了 因为已经有妈妈把早餐做好了 熊妈心里五味杂陈 大熊这货吃得津津有味 蓝胖子眼泪都笑出来了 原来大熊吃得满嘴都是米粒 一位妈妈帮他擦干净了 还有妈妈为他拿来了书包 熊爸也感觉很幸福 毕竟有这么多太太为他服务 大熊问真正的妈妈 轻松下来的感觉是不是不错 熊妈点头笑了笑 大熊要去上学了 复制人妈妈说再见 而熊妈本人却叹了口气 家里的家务有人做 衣服也有人洗 真正的熊妈却坐着发呆 蓝胖子问他怎么没有精神 熊妈笑了笑说没事 还邀请蓝胖子一起喝茶 熊妈说大熊的用心让他很开心 可即便家里的事情在忙 他还是想自己一个人完成 蓝胖子明白了熊妈的心思 于是决定恢复原状 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可蓝胖子不小心踢到了速称复印机 结果速称复印机摔了一下 数字自动跳到了88 瞬间又多出来88位熊妈 就在这时大熊回来了 还以为妈妈嫌不够呢 蓝胖子说马上恢复原状 结果有位妈妈训斥大熊藏试卷 另一位妈妈说他屡教不改 大熊听了有点慌了 真正的熊妈也生气了 所有的熊妈都要发飙 吓得大熊赶紧出门跑了 而熊妈们也连忙追了出去 速称复印机也被踩坏了 大熊边跑边喊救命 一群熊妈在后面紧追不舍 大熊一路跑到了后山 可后山实在是太大 妈妈们跟丢了到处找 还说这次一定不会原谅他 大熊躲了起来不敢吱声 这是一位妈妈看到了大熊的书包 结果发现中了大熊的圈套 大熊转身吓了一大跳 其他的妈妈们都在身后 嘴里不停训斥大熊 说他烤零分不可原谅 大熊已经快到崩溃边缘了 这是真正的熊妈说话了 他请求其他的妈妈们帮忙 让他一个人处理这件事 熊妈说大熊虽然烤了零分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他 因为有道题他做了一半 如果能坚持做完肯定能做对 熊妈让大熊以后努力一点 其他妈妈也表示熊妈说的有道理 真正的熊妈也很欣慰 蓝胖子也把速称复印机修好了 转眼又一天过去了 熊妈重启了忙碌的生活 还说大熊吃相难看 这样的一家人其实也挺幸福